巴黎奧運好台灣的拳擊女王陳念琴 1號晚上是迎來了女子拳擊66公斤及16強賽當中 他擊敗了巴西女將桑托斯 最終是以5比0強勢的過關 也順利搶下了8強的門票 那陳念琴他在這一場比賽當中 不僅是扣關8強 更追平自己奧運的最佳記錄 面對強敵去年摘下了泛美運動會冠軍的巴西好手桑托斯 雙方在第一回合都沒有太多的強攻 但是第二回合陳念琴他開始展開了攻勢 那麼陳念琴在三個回合都佔據了優勢 最終是以5比0大獲全勝碾壓了對手 也順利搶下了8強的門票 當裁判舉起他的手確定獲勝之後 他除了興奮的振臂高呼 還開心到直接跳了起來 跑過去擁抱他的教練柯文明 那賽後受訪的時候也表示 這一場對手是非常的強 在比賽前和教練有一起去針對這個選手 打了一個很好的比賽 也做了很多的功課 希望把所有的力氣準備在他的下一場比賽 那他也說了一場比賽過了就忘記了 我們就是要穩住 然後準備盡全力的贏下接下來的比賽 而這也是他第三度登上五環殿堂 好 至於我們的羽球隊呢我們來看到是黃金男雙 李陽跟王麒麟好 昨天他們是在羽球賽當中的男雙八強賽當中 以2比0直接擊敗了泰國的組合 順利的挺進了四強 那比賽結束的那一刻呢兩個人的情緒非常的激動 還發出了怒吼 那王麒麟也垂著地板呢慶祝重要的勝利 他說終於是贏了 因為第二局真的打得太緊張 所以能夠進到四強真的非常的開心 那麼李陽配接下來四強賽的對手呢 將會是排名世界第二的丹麥資深男雙 好 雙方交手包含這一次的小組賽呢 一共是有9次 那李陽配他們是6勝3敗戰上風 李陽他也說對戰要注意對手的發揭發 那還要有這個心理戰的伎倆 也必須要好好的睡一覺 養精蓄瑞瑞四強賽要做好萬全的準備 那王麒麟則是表示了 昨天這個丹麥之戰呢 精神跟專注力都是非常的足夠 他還說法國球迷一定會幫對手丹麥組合來加油 那希望呢在法國的球迷和喬王們 進場可以好好的相挺李陽配 那他也說我們需要一點聲量來對抗 而李陽配將在今天 也就是台灣時間2號的下午2點半 要跟丹麥的組合搶奪金牌戰的門票 好 至於我們的台灣女拳王林玉婷 將在台灣時間同樣是今天晚上 他要在奧運女子拳擊57公斤級的16強賽要亮相 不過他比賽前呢 一直有人拿性別的議題來攻擊他 甚至連知名的作家JK Rowling也發文來質疑 好 對此國際奧委會以及中華奧會先前都已經有強調過了 林玉婷是完全符合規定 而他也在賽前一天正面的回應 強調呢這個對他來說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就當作是對手怕我 那林玉婷也說既然都已經站出來要比賽了 其實這些瘋瘋於有當然呢 也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示威說 可能是對手太害怕我們的實力了 所以拿一些毛病出來做做文章 他強調這個只會讓他覺得他們更加的害怕我 他說那我只會在場上更好的發揮出來 那林玉婷也透露了這幾天有受到不少親友的關心 他都跟大家說他很好沒有受到影響 也指出在奧運的期間 他已經把社群媒體全部都刪掉了 所以這個風波對他完全不會造成任何的影響 評論一下